香港的新聞全部都是法庭新聞 就是大量19年積壓下來的案件判決 包括姜牧師 近期當然也有一個務管的教頭 跟著說他組織軍隊教人強身健體 就對香港政府作出煽動和一些港獨的行為 被判五年 今天上訴 這些新聞是無日無之 煽動罪各樣東西 抓人封艇 現在就是埋單找數的時候 但是我最注意的就是一段新聞 這段法庭新聞就是一名中大政治及行政系 三年急生 涉嫌上年六四在旺角交通燈 登署張貼真話不怕說的貼紙 他否認刑事損賣罪案件 原定在21日在西九龍裁判法院開審 但是他改為認罪 被判罰款8000元 辯方進行部分求情之後透露被告 希望解雇律師自行求情 裁判官曾慶東批評被告 你現在上來不是做表演 被告最後解雇律師自行求情 只要克服恐懼 沒有什麼是不能夠說的 政權如果是得民心 也都沒有理由懼怕任何的言論 面對小小的代價 我更加沒有理由禁聲 為什麼我這麼關注這件案件 第一 當然就是因為一個中大 中大又叫做暴大 一個政治行政三年級生 如果你修讀得政治的話 你必然關心香港的政制 和香港的一些政治事件 當你體系全部改變了 當一些公民社會被打擊 甚至殲滅的時候 你作為一個研究政治的人 或者修讀政治的人 你哪有可能 就是說可以默筆作聲 所以我覺得他是對的 尤其當六四都不能夠悼念 當支聯會都是反動勢力 甚至勾結外國 一個明明是愛國的活動 簡易被打壓煽動叛亂國家罪 所以 才會見到六四真夜不怕說的貼紙 在這裡其實貼這些貼紙 就是等於我們貼狗皮膏藥周街 周街都見到 你見不見到有警察拉 你見不見到人家連街招那些人有人拉 沒有 每個星期六晚 有些橫街窄巷 有些店不是太黃 他們星期日不開的話 你都見到他們連到滿了 好像銀行不開 然後銀行就全部連了 有沒有見過 拘捕一個人 今時今日 為什麼會拘捕這個大學生 無非 你問我 就是政治 當一個人 讀政治的人 他就被政治打壓 到今天上法庭 他認罪 其實為什麼他會認罪 因為認不認罪 你都一定會告得入他 不如索性認罪 而為什麼要解 就是說解除他的律師代表 因為他很想在結案陳詞 就是說求情上 他講出他的心聲 他不想他的言論 經由律師所講 或者不是他心目中所講 所以他來到這裡 他告訴你 他要解併他的律師 自行求情 而這個法官 曾慶東 他很明白 為什麼他明白 或者他上來求情 求情就說 你給我一個機會 法官 我知錯了 你給我一個機會 我輕判一點 罰少一點好不好 而這個法官不是這樣說 這個法官是你現在上來 不是做表演 就是這個曾慶東 法官 他都知道這個是一個政治檢控 現在他出來求情的話 就是要講出他的政治觀點 所以他才會講這句話 現在不是做表演 就是你可以收聲 這件案 表面上 只不過是八千元 但是意義非凡 因為這位同學 他說 只要你克服到恐懼 沒有什麼是不能夠說的 政權如果得民心 也都沒有理由懼怕任何的言論 面對小小的代價 我沒有理由禁聲 就是說這小小的代價 如果為了你的言論自由 為了香港 是甘願受罰 而最重要的幾句說話 當然就是什麼人懼怕 懼怕一張這樣的街招 而這個街招沒有說的是什麼 只是寫著 真話不怕說 那哪一個懼怕人 說真話 法庭這個判決 究竟是法庭怕 國安怕 香港政府怕 還是中國共產黨懼怕呢 那當然 我不知道 只不過 根據以上的蛛絲馬跡 小小的推理 就得出以下的結果 而這位同學 他是講出無數人的心聲 為什麼 為什麼 一個政權 防民之口 防於村 為什麼 不容許 人民 講出自己的心聲 節目 節目做到這裡 希望大家 like追蹤 share訂閱課金看廣告 可以的話 加入會員和Patreon 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希望 有能力做些片長些 因為 太短 今天早上做了一節 以後會剪掉一些廣告 自己的廣告 然後專注做片 但是 會做多些分析 會做多些 好像剛才那些這樣的片 由12345 講出我的觀點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拜拜